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就是树皮在吃树皮当时的 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是不是电影里谈到的那位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拍下的 他拍了很多 所以编剧刘振云就有一个感慨在他的文章里边 就说1942年的时候河南大汉灾民饿死300万人 说没有人知道 蒋介石也不知道 当然他说蒋介石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假不知道 他说最后今天说起来我们都脸红 是一个西方的记者 把他发出去 让全世界注意 让蒋介石注意 采取赈灾行动 嗯 这个 这个 就是 我觉得蒋介石他是装不知道 因为他知道了就要赈灾 但是他拿不出能力来振灾 他不知道 所以 所以他 你看他最后决定振灾的时候 他说暂缓发动山西战役 他就把军粮拿出来 其实他不光没办法振灾 他还要从那个山西河南这个灾区抽掉军粮呢 对啊 因为他就是国力非常的匮乏 然后这个记者呢 报上来的时候呢 他只能用什么来搪塞呢 他就说灾情是有的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各级政府都是想借这个灾 向中央这个要东西 就是 但是最后被这个 所以他特别反感白修德 他被这个时代周刊这个记者 这几张照片 把他逼到了一个死角 没有退路 亲眼看见野狗吃鲜肉 这个 实际上真实的是 人吃人的照片摆在他桌子上 给蒋介石看了 对 但我们电影里是狗吃人了 这个白修德 后来宋美龄访美的时候 去美国的时候 他两次去美国了 第一次很风光 他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 他就跟美国总统说 他说我觉得这个白修德很坏 他是一个亲共的人 你们应该把他从这个时代周刊给开除 但是美国总统说 以为是大公报的 他说这个美国总统说 我们却 我作为美国总统 确实没有权力 就是要求时代周刊 把他给解雇了 但是后来 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 他受到的迫害很严重 就一直 他也写过言 对对对 他最后得普利策奖 是写了 连续写了几年 总统的大选 他就是觉得认为 他是一个左派 或者说他是一个亲共的 实际上他不是 他只是 他只是一种 普利策奖 就是你们混狂的 很多这种 哪儿出事 往哪儿去的 对对对 他就其实那个 比他更左翼 但是他的这个文章 斯诺也拍过 也拍过中国的饥荒 可能更早的 然后是不是这个 跟他后来去了 看到一种新风气 然后之后那个反差 有关系呢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想问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确实是不是 因为中国 这个历史上的饥荒 太多了 太频繁了 因为你就看民国的时候 你看你这个是 河南的基民 最后往那个陕西那边 就过同管网那边 可是陕西就在 十几年前 也有一场大饥荒 好像也死了几百万人 然后他这个 就往南逃 第二年 你这四二年 四三年 广东就又有一场大饥荒 好像也是死了几百万人 然后你要这么看上去 再往历史上更远的 不要说民国 据说有一个说法 就是恨不得 就是每年三中国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有 不是汉灾 就是老灾 都死人 邓拓有一个中国旧荒史 这么一本书 他有统计 就一定 这小灾都不算了 一定规模以上的 这个灾荒 三千年历史 大概有五千多次 和一年 接近两次 原来这云的基本例 最后大概有五页纸 还是六页纸 这满页的纸写的是自东周以来河南发生的饥荒 每年每一年每一年一直数到1942年 你都看到最后是人相识 人相识 一子而识 全是吃人 因为河南是农业大省 所以你说刘振云这点 我就发现刘振云 我在他的一些文本里面 发现他有一种性情 这种性情我该怎么形容 你看他会说 说中国这些河南这些灾民 那个时候就发展到自己母亲主了自己的孩子 甚至你就说白修德和另一个外国记者 问说你们吃人 灾民们跟他争辩的是 我不是活着的时候吃的 我是他死了我才吃的 就争这个 后来你看刘振云他就有一种感慨 他说这些个灾民宁愿自相残吃 对吧 都到那种情况 国民党也不救灾 你怎么也不揭竿而起呢 他那意思 他对这个民族的这种 是不是奴性有一种悲哀 有一种愤怒呢 他有一点 他愿意 这民愿意从根上去想一件事 就是说 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灾民 认为这个国民党政府非常的腐败 非常的致民众于水火而不顾 但是表面上看 国民党政府确实做得很差 但是这刘振云愿意讨论 这个政府是 是从哪产生的 他是从这个民族里产生 是这个民族选择了这样的政府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是 我们讨论这个国民性的时候 经常说中国的这个奴性的问题 是不是就是特别能忍的一个 但是中国的历史上的这种 民就是起义 农民起义的这种爆裂性 其实比欧洲的又要更厉害 就真的到揭根而起的时候 而且有记录的 你知道汉末或者是 皇朝起义那时候也是有灾汉 揭根而起了 好多后来的朝代末期都有 李自成张献忠 明末的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是到了一个极点了 我觉得他就是 就是说这个 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是 一个是饱受灾难 对 但是他跟俄罗斯这民族啊 你看俄罗斯民族也受了很多的灾难 但是呢 这两个民族 你从文艺作品上 你可以看出来啊 你比如说他柴克夫斯基啊 他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 他出来 他在这种灾难里头啊 他就 有一种文艺作品 有一种那种救赎的感觉 特别强 那样那种宏大的一个主题 我们这个民族呢 受了这么多灾难呢 你看他出来的那个作品 你比如说步步高 喜相逢 他这个温山 温山软水 就是 当然 当然这个观众可能会觉得 你们几个坐在这儿啊 你们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吗 就是说我们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1942 其实就是我从小 我一直被灌输一个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勤劳 智慧 勇敢 善良 坚韧不拔 对 这些优点都有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民族的弱点是什么 其实认识到自己的 那个民族的这个弱点 是 不是消极的 我认为是一个 就是支持尽乎勇 对对 就是说你其实还是要 认清自己一点 然后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困惑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咱们这经常你打开微博 你一看 我家伙 每天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啊 恶毒的 失去底线的那事 为什么 你不能困惑 他这个 他这么一卖下来 他就会 会产生这样的 所以你老说 你就是研究这个电影 你弄清我们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觉得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咱们比如说抗日这件事啊 我很少提起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 就是 抗日 这个情绪 谁都理解 对 你遭了欺负了 但是表达愤怒的时候 有点脏 这愤怒 比如说把日本女的都强奸了 没错 就是你让全世界本来 比如我欺负你 你的愤怒呢 会得到别人的一种同情 但是你要说 这种 你用这种方式表达你的愤怒的时候 同情你的人会觉得 你这有点猥琐 有点 就是 但是 说句不好听的 这是民族性的一部分 就是你说的这也是以暴易暴的这种倾向 是吧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些农民起义 也实际上是一种循环 就是说你把我欺负到 我已经彻底活不下去了 我要起来 起来怎么样呢 就是杀光 然后我再重新再开始 我又又做皇帝了 又一轮循环 到最后走向一个圆圈 如果我们是为了精神层面的 这个需求 我们互相争起来了 对 我觉得可能是 还是有分寸的 如果我们俩是为了争一口水 一口吃的 一口吃的 我要不吃 我死 你要不吃 那因为这个咱俩要干起来 我觉得那是迷死 我活 没错 没错 那你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和俄国的这个区别 你说到救赎 那就是 是不是因为中国 你觉得还是这个宗教传统比较弱 我们虽然有一个外来的佛教 我觉得就是说 你看着咱有这么多人 初一咱得烧头香去 这必须得去 好像初二去 佛就不高兴 没错 下午去都不留 你有感觉到 他不是真正特别有信仰 他是跟佛在做生意 就是我给你捐一门口 你帮我生一好日子 行贿 我给你再做金身 你帮我生花发财 他就是说 他把这个宗教对人内心的那种影响 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的这样的一个 买保险 买卖 所以因此我有时候我就挑战这些信徒 我就觉得就倘若这佛真是像你们说的这个 说咱初一没去 咱晚去两天 佛就不高兴了 或者说求他帮忙给照一下 完了你啊 没给送点东西 这佛就怪罪你了 这佛你还信他干什么呀 就是如果他确实存在 我想他的那个内心肯定是非常博大 绝对不会跟你滴滴滴地角 你看佛有一个手势 你看那佛像不经常有这么一手势 对 一眼睛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叫废话少说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人生若是舞台 衣柜就是后台 欧派整体衣柜 有家有爱有欧派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江 五井共酒 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这说起中华民族这种灾荒啊 我想起啊 两个作家说的都很有意思 一个是这德诺贝尔讲这个墨言 你看墨言呢 他就说他写作的这个动力啊 就是饥饿 是小的时候在山东高密那个地方 他写的一个情节就是吃煤 说一帮小孩子就点吃亮晶晶的 说还能吃出甜味了 那就是饿极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王猛 王猛就讲呢 他说啊 我这现在身体各方面都挺好 就一样管不住嘴 看见点好吃的 哎呀 那个就忍不住 你看过王猛那个写 就是他那活动变人形 其实是自传性很强的 后来好多情节在他的自传里边 又写到就是对吃 他小时候吃过浆糊 厉害吗 就是说饿到极点了 因为他是属于那个 我们小的时候会拿那个 你们可能都有这体会 拿那淀粉啊 当那个 当那藕粉喝 因为他也能喝一点糖 没错 吃淀粉 因为他黏糊 就像中国人吃那个观音土 实际饿极了吃观音土 因为观音土是有点黏性的 他到里边一膨胀 你就不觉得多 我得说 这个 有些人认为可能 这个1942是不是很消极 1942很积极 一苦思甜的一部电影 就现在我们终于吃饱了 年轻的观众 没错 确实应该 领导们应该听听这个话 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 王猛总结啊 他就说啊 中国人他认为 有这个饥饿的DNA 就我们这个基因里啊 有这个DNA 所以你看啊 中国人聊天 这一套话呀 说这个 他们说每个语言里 都有这个敬语啊 有恶语啊 我们都跟 你要说敬语 就是吃了吗 我们说吃了吗 或者说 就说骂你 就是说你吃饱了撑的 这也是一种觅食的 甚至他们说 是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呀 说你看中华民族 食性非常杂 几乎自然界能吃的东西 这感谢我们的先民呢 在逃荒的这个路上 他们几乎尝试过了 任何一种东西 而且记载 所以成了中华美食 我原来一直奇怪 就是这次拍电影 我才知道 我说这个树皮怎么吃 后来我发现呢 他实际上是拿那个炸刀 把那个树皮啊 拿那个刀啊 给把树皮扒下来之后 先煮了 煮完了之后 软了给剁 剁成小碎块 再剁的更碎 拿那个碾盘上碾 碾就碾成了粉 把这个粉去熬那个糊糊吃 他是这样 这么吃 他找出了对 各种各样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基因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舌头的敏感 真的是世界上 这真是一流的 这个1942年 这个震云写的这东西 他由饥饿产生了巨大的荒谬 嗯 是 还有很大的 什么叫黑色幽默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中国有好多话 他都是 你听上去特别积极 实际上是他特别的消极 比如说 比如说早死早脱生 是充满着希望的一句话 这是一句有希望的 乐观的话 实际上是特别绝望 因为他对这一世 这一辈子 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是有下一辈子吗 没错 没有 这就像 这是典型的 我觉得是刘烨云的一个思维 比如说刘烨云说 孔子说 有鹏自远方来 不予乐乎 他说这个我们一直理解 是孔子觉得远方来的一朋友 特别高兴 那个其实不是 他说这句话是 他内心特别的悲凉 是孔子借这句话 谴责身边的朋友 就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说知心话的 借远道来的一朋友 骂你们的 没错 我看刘烨云这个思路 特别写 他有一次在我们这聊 还说 说的我觉得无比有道理 可我一时想不清楚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西游记 你想想 所有阻拦孙悟空那些个妖精 那可都是从如来佛身边来的 挺阴的 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不论多漂亮的姑娘 切开来也是一肚子下水 我觉得他就是这种眼光的 看可能就是经历过 一个特别 怎么说 人性的也好 还是民族性的黑暗的东西之后 他最近写了一个小说叫 我不是潘金莲 没错 你看了 到我们这儿来聊 你也看了 说潘金莲是民族英雄 不是 咱们不说这 他问题是 刘振云这个 我觉得做的事有功德 就是1942年这段历史 包括这个电影 我们真是 我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后来我看了当时 这个白修德他们这个采访 你知道 所以中国的这个就是人祸 中国要不说 你有时候觉得这些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 这帮农民跟这个记者讲 就是什么 只要别征军粮 只要别收税了 我们自己靠着鱼树皮 靠着花生壳 我们能活着 我们能活下去 主要是你还就是照样 交军粮照样收税 对 所以那个李培基 去求这个蒋顶文 蒋顶文说 这个饿死一个灾民 地方还是中国的 当兵的都饿死了 我们就会亡国 这个话 这个话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要探讨探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加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里 要不说就有些啊 就节控制的非常好 我觉得你的各种考量啊 真是控制的非常 连色彩我都觉得 你看他就是有点纪录片那种发灰的调子 但是又不诠释 又不是那么刻意 有些红的点 比如人穿了红眉袄 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大量红绸 像张一谋的有的那电影里边那种色彩 就是给你的感官刺激 已经到了一种毫无节制 有冲击力 但是实际上不够真实 而且这个选题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冯导演 为什么我老觉得跟他特别亲切 我觉得他的一大半是导演艺术家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小半啊 好像跟我们是同行 像是我们电视台的选题组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是中国导演里头 因为其他的导演呢 为了拍片子的安全呢 离这个这种现实话题啊 就躲得很远 对吧 他呀照我感觉啊 对于这个各种 现实分寸的这种拿捏把握呀 到了这个枪枪三人形的程度 而且呢 准确性超过枪枪三人形 因为我们整天出错 他这片子都顺利通过 你比如说有些东西 我就觉得他探讨的问题 很值得琢磨 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台词啊 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概念 和民和这个人快饿死 老百姓快饿死 这个概念 其实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探讨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这个石科法 说石科法 对吧 你自己要气节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主义者 然后全程 老百姓陪着送死 这种到底说在伦理上 哪个是哪个非 真是个很复杂的一个选择 你 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 人最重要 对 这个你那个 你要想把那个 那个国的概念 给落实 你首先得有家的概念 家的概念落实 就是我们家庭的具体的成员 我觉得所以 应该还是 就是 我反对用任何东西来绑架别人 这说的好 说的好 但是我们经常实际上是自己绑架自己 没错 而且也很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那国都是从人开始 从一个个人到家 家以后再上去再国 有的时候你这个本末倒置了以后 人的脑子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很高的一个大的观念 对对对 完了就成了我了 完了 反而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做 对